太平洋高压势力持续笼罩 8月18号蓝米最高温度达摄氏31度 连续高温炎热的天气 在田园工作的部落妇女 虽然带着大斗笠来防晒 还是顶不住太阳的照射 到凉亭休息乘凉 气象局预测太平洋高压强度 仍会持续一段时间 太阳持续照射 芋头田也出现干枯而军裂 甚至有的旱芋也被晒到叶子都枯黄了 蓝宇特有迷你猪也因为大热天 三五成群往小池子钻来降温 部落居民在野外拿芒草 铺在猪圈屋顶上遮阳 蓝宇气象站表示 未来蓝宇高温炎热的天气 还会持续好几天 而海水反射 以及没有云层遮蔽 海边或高山紫外线指数会更高 提醒部落居民外出 或到田园工作时 要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树 接着小明大圣三任台东南宇 采访报道 整理由 正好 小明大圣三任台东南宇